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個題目我忘記放在財經節目說 所以放在Patreon和印太之戰YouTube Channel 因為這關財經的事 我會放在Patreon的財經中貨那裏就可以收穫 今集我不知道網友你們知不知 你們都可以告訴我 其實這件事在媒體上大不大 當然每一個媒體都有Cover 但是在媒體新聞上面有Cover 但是在節目上似乎說的不多 我不如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件事 關於港交所的期貨波動調節機制叫停了這件事 很巧合 其實的確有一點技術性 所以我都研究了一輪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有網友有印象這件新聞的話 就打個yes字 但是好像沒有什麼印象 打個no字 可以做個市場調查 首先 先說什麼叫波動調節機制 它跟熔斷有少少相似 熔斷就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突然間指數或者價格大幅度翻升 就會截停了 停了先 因為可能覺得市場就不冷靜 大家冷靜一下 究竟能不能夠達到冷靜的效果 其實是沒有人知道的 如果你是自由 你是市場經濟的原教旨主義者 你是不會贊成這些做法 你認為不應該規範任何市場的變動 很多人買的就升 很多人跌的就沽 但是就劃分兩頭 令市場不要那麼波動 其實是有磨口肥的 所以這個不牽涉對錯 我們講過客觀效果 好了 熔斷大家明白 之前在2015年的A股大牛市試過一次 因為A股跌到漸漸漸 斬半的指數 那時候就引入熔斷機制 結果就越融越短 因為你一溶斷 就更加恐慌 那就是看情況 如果你在河流突然間 開始水位上漲的時候 你怕下面會浸水 你自己截它 那是理解的 但如果洪水泛濫 你一截它 你不再提包都堆落 其實比喻是這樣 好了 講香港就有一個波動字 調節機制 就是如果指數 那個價格 那個動動 是之前的5分鐘的價格 5%以上 或者以下 它就會冷靜5分鐘 做個比喻 譬如有一個指數 是本來100的 突然到105 5分鐘之內 其實幾多 你覺得5%好像不太多 現在恆指去到15000 恆指15000 如果5%的話 是750點 5分鐘 750點 這個位置 以前合理 現在未必合理 因為現在5分鐘跌 1,000點 我覺得是很平常的事 對於講 沒有東西是奇怪的 好了 譬如恆指15000點 突然間5分鐘內 升750點 或者跌150點 好 冷靜5分鐘 這個就是機制 這個就是機制 好了 25號發生什麼事 10月25號 即昨天 昨天發生的事 恆生有幾個指數 恆生指數 大家聽得多 恆指恆指 其實在 我也忘記了什麼時候 好像是去年還是前年 就是做一個科技指數 因為去年 其實應該是 去年 去年還是科技股 升到爆創的年代 上年就是疫情 其實應該是前年開始 因為疫情 3月 市場就插了 去勁底 超級無力 大反彈 由Donald Trump 開始大大大大大大反彈 科技股都全部大反彈 應該是前年的 因為前年的年尾 就開始 經意打壓科技股 經意跌到 還不到 我最記得 當推出科技指數的時候 那時候才開始起這個ATMXJ的概念 騰訊、美團、京東、小米 這堆當然是你買了公理發財了 包你走不了 我還記得那時候曾淵倉寫了一篇文章 就說香港科技指數厲害了 這個才是未來的 因為科技指數是不是比傳統的跑贏 你看這些騰訊多厲害 這些阿里巴巴多厲害 你唱好科子無所謂的 他沒有任何原因的 他只是說有騰訊 科子厲害講完了 當然他推介的時候就是高位 科技指數高位我真的不記得很多 儘管現在用少少時間 讓我去找一找 究竟科技指數最高位是甚麼時候 OK 最高位那時候 正式出生的時候應該是前年的 三千三百點 三千三百點 是嗎 不是我沒有錯 不是我不是我 記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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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指數 好 OK 我按不出來 都不讓我按 不讓我按 不讓我按出來 就算了 隨便 科技指數 有科技指數 看到了 最高 一萬一千點 一萬一千點 上年年頭 二千七百點 跌了七成幾 哇 沒有沽到 可惜 好了 先說一下 發生甚麼事 這個科技指數當然現在是搞笑 我們先說一下 昨天 科技立放指數都有期貨 期貨 有積月期貨 有下月期貨 的確是快要轉倉 但是未至於 去到下月的期貨 是去到天亮的 我認為 交易去到很厲害 我覺得未至於 昨天發生甚麼事 就是 11月的科技指數期貨 就觸動了波動調子機制 即是說價格 trigger到5% 就暫停了5分鐘 由11點22分 到11點27分 暫停5個小時 不是5分鐘 但是 是不應該觸動的 我看回 我看回那些價位 其實在 昨天的11點 即是 10月25日的11點 的確是甚麼指數都在夾著 那時候 在夾著反彈 那時候 恆子科子 甚麼都 各自全部都夾著反彈 但是 是否5分鐘夾5% 絕對不是 他是大約 一個小時內 升了大約 差不多10% 但是挺平均的 譬如說 可能是 10分鐘升幾個百仙 10分鐘升幾個百仙 這樣 那麼 科子 大約 2700 就升到3000 左右 差不多300點 是有10個百仙 但不是5分鐘內 所以是 不應該trigger 這個波動指數 由於不應該trigger trigger了 就發覺這個波動機制有問題 所以今天就決定停止 這就是整件事 我們看這些事情 先不要論陰謀論 先不要論陰謀論 先 我們看看這件事有沒有可疑 還有 究竟有甚麼可能會發生呢 可疑之處就是 第一 它價格根本沒有trigger到5% 為甚麼會trigger呢 第二 如果它trigger的話 為甚麼是11月呢 為甚麼10月沒事呢 10月是積月 10月那個期放更加熱烈 而當時我看回其實價位是很近的 11月10月不是差很遠的 所以 如果11月是有問題的 是trigger了 那10月應該trigger 廣估也是 為甚麼廣估沒事呢 為甚麼10月科子沒事呢 為甚麼11月有事呢 OK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 好了 但是 以我自己 我做過數年銀行經驗 我做backoffice做了五年左右 很多時候呢 是死於昂舊的 改朋友 如果你做個金融機構做個backoffice 你要明白我告訴你 很多時候呢 你不用想到這麼複雜的 是真的死於昂舊 有時候肥手指 當然有一些 你見到是惡意操縱 可能是一個陰謀 或者操作 但有些呢 真的按錯 不是吧 銀行 Ibank 降交易所 不行嗎 後面那些 都是很麻煩的 銀行後面那些 都是很麻煩的 很麻煩的 那 他今天呢 就解釋回那個情況 就說 就說 因為呢 他怎樣trigger到5.5%呢 你也有個reference price 譬如你105 那你都相對100這個數呢 是相差5% 他就說 這個參考價呢 就沒有update 這個參考價沒有update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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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呢 他就說 找了一些外部供應商呢 去upgrade軟件 upgrade軟件 好了 他就說 會時候呢 就會公佈回復這個波動機制 進展 這樣 那 沒有辦法了 你不可以怪我們現在呢 對於你的 政府所作的任何事情 都不信任的 首先 第一件事 哪個外部供應商呢 喂 你不可以當 這些事情呢 是小事來的 可能是幸運 當然 有可能是人為安排 但是我還沒看到 我先當是死於狠狗 即是呢 他可能upgrade了軟件軟件也好 或者救護方法也好 有些事情根本就是有問題 有一條曲是有問題的 有沒有人查 一些都不奇怪 在政府那裡 喂 你好像南鴉海難 是不是 你有沒有想像過 為何造船那幅圖 和真正那艘船 是有問題的 是不是漏了一個水格 我忘了名字 漏了一個隔水門 還是隔水房 是不是 漏了一個水隔房 漏了一個水隔房 為什麼沒有人查不到呢 就是這樣 隨便 不想負責任 免得麻煩 是不是 算了 反正都相安無事 這個港交所 我覺得積存了很多這些問題 可能是 不爆出來便沒事 你剛好爆到這個11月科技指數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 你如果爆到一個恒指積月期貨 我告訴你 你真是大狂獲 大狂獲 喂 多少卵證衍生工具 期貨是linked to這些期貨 你突然五分鐘停在那裡 天崩地想到錢 OK 那 所以是糟糕的 這件事 要有人負責 誰負責 沒有人負責 誰是外部供應商 你就說 是不是 你用哪個software 哪間公司提供的 喂 這些是牽涉香港金融機構 牽涉立上的錢 雖然立上的錢現在不是你的錢 是不是 所以 你這樣的態度去看待的話 喂 我們真的會很懷疑 你有沒有其他問題 是不是 我都不理為什麼你的參考價 可以這麼零丁 只是11月那個問題 10月那個又沒有問題 恆指那個又沒有問題 只是11月科技有問題 這麼奇怪 是不是 我不當是有什麼惡意操縱 hackers那些東西 我只當你真的有這樣的筆 還有多少這些筆 你會不會徹底調查 還是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亦感到的情況發生 合乎我所言 這個港股是什麼都會發生 真的什麼都會發生 當然金融市場本身是什麼都會發生 但是港股是肯定會發生一些理所不道的事情 很多事情可以發生 喂 WhatsApp都死 斷網不行嗎 我不要說人為斷網 喂 突然間可以死這個機 美股也試過 是不是 突然間 但是 你美股死機都大件事 但是你香港現在 在這麼動盪的時刻 一死這就叫做雪上加上 百上加更 突然間 什麼事 為什麼上不了網 為什麼去不了網 為什麼拿不到這個 為什麼我估不到 為什麼我買不到 喂 這些會做到恐慌 如果你不認真去看待每一個細節的話 這是第二 第三 講回這個波動機制 如果你要能去陰謀論的話 當這個波動機制停了 可以怎樣操作的話 就是 揍爆它 是吧 等你可以滾雪球 或者是 當然可以夾上去 可以 像GameStop一樣 夾 夾 因為你不停 你沒有五分鐘被人停 雖然我覺得五分鐘停 也沒什麼用 因為五分鐘之後再揍 或者再買 是吧 但是如果你強行想的話 你可以說 我只要找一些指數 成交量低一點 我集中火力 或者揍爆它 你不能停 因為你沒有了波動 調整機制 就可以一口氣這樣升 或者一口氣這樣跌 那就看一下 有沒有機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如果各位網友 你們竟然 還是會投資這個廣股市場 或者會買這些高風險的產品的話 你們可以留意一下 我講的 或者你有些意見的話 你都可以歡迎去寫出來 以上講的包括 為什麼會只死4至11月呢 第二件事 其實還有什麼Bug 大家可以想到 第三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暫停波動經濟之下 有什麼陰謀的事情可以發生 歡迎大家留言 OK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雖然它其實不可以當是金融戰 但是微觀上不是的 因為這個不關美國老的事 不關中美的事 這個是自爆的 但是宏觀上 我們當一個金融市場發生的事 都當是金融戰的話 都勉強可以當是金融戰的 OK 好 下次回來再跟大家見面 Thank you 拜拜